近日有网友扒出了当年大S的婚礼视频 因为太过混乱 被网友吐槽是当年最精彩的喜剧片 婚礼上首先是汪小飞的妈妈 翘江南的董事长张岚女士 在婚礼当天亲自上台 表演了一段架子鼓 可以说风头比新娘还要足 紧接着高晓松上台送祝福 然而她说着说着就开始宣传自己的新电影 还带头在现场唱电影主题歌 更好笑的是 婚礼结束后外界给这场婚礼算账 说至少花了一千万 婆婆张岚立刻出来回应 表示这场婚礼没花多少钱 因为自己跟万达的董事长关系非常好 饭店是免费赞助的 结果王思聪立马跳出来说 张岚在造谣 他爹王健林根本没有见过这对母子 随即往小飞回击 二人的梁子到现在都没有解开 更觉得是大S直接把爱马仕的logo印到饭布包上 说是自己亲手设计的 作为伴手礼送给宾客 结果爱马仕把大S给告了 大S才女人设崩塌 虽然这场婚礼太过混乱 但换个思路想想 能够有这样的婚礼 也算是一种独特的经历 请不吝点赞助订阅